哈喽,大家好,我是台杠机长 我早上起来通过窗外看到外面下了很大的雪 那么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雪厚我们这座小城市的景色 是不是优美 那么准备准备我们出发吧 Let's go 刚出门就看到白茫茫的一片 我停在楼下的车上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积雪 树枝上的积雪如同花瓣一样的绽放 这整棵树都被积雪给覆盖了 真的是太漂亮了 对蓝田映成的白花树特别的美 红色的枫叶在雪中格外的艳丽 在松树陪伴下的凉亭也不再那么的孤单 这个角度看天空特别的蓝 这座桥很像杭州西湖的断桥 这是雪吗 这简直就是花的海洋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雪 我喜欢雪到纯白无瑕 这场雪有可能是2020年的最后一场雪 所以我要把这个美丽的雪景给它记录下来 和大家分享 这棵树树上的雪特别的多 我要用它来拍一个落雪的特效 应该能非常的漂亮 现在快中午了 雪都开始化了 我妈妈会走吧 我的鞋都湿了 怎么样 刚才的雪景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虽然我们这是一座小城市 没有大都市的车水马路 但是小城市也有自己的一份宁静 有自己的一份惬意 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的空气 我们也可以仰望蔚蓝的天空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善于发现自己身边的美 只要你用心 美景无处不在 那么今天的视频 明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加关注 我会拍更多的优秀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